啊呀啊太大太厉害了啊 十艘游轮十三艘游轮 十个油库被烧毁 这得多大的损失啊 这是中国远见着实运营的巴基斯坦港口 瓜达尔港遭遇袭击引发的大火 不是有消息说那里曾经有我们的驻军吗 啊目前巴基斯坦的官方尚未对火灾作出解释 不过有消息称袭击的幕后黑手 或为当地集团组织佩禄之解放军 啊瓜达尔港市一带一路主要枢纽 他也叫解放军啊 也是中巴石油管道关键支点 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啊希望没有人受伤就好啊 损失点财务 就损失吧 反正钱都挺多的吧 不是发财的朋友就不要去巴基斯坦了啊 这个太可怕了 刚在沙特切完石油战略协议这就出事儿 这是怎么回事儿 有人辟谣在这里辟谣 我天这是喉舌的媒体朋友 谁批谣了 哪里有批谣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真的没关系啊